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有多便宜就有多便宜 在布洛倫發展了時代第一家 超大華麗的汽車維修部 包括板金噴漆、保險股價 和紐約州連檢 真正達到一條龍服務 沒有第二道比時代更專業 服務更完善 來時代一站過沒有煩惱 請快電1800-688-0456 1800-688-0456 時代車行 全新動画 Genome Hello, 大家好 好,歡迎大家收看由清朗為你主持的回到過去 這麼快就有一個星期了 我真的每次錄節目的時候都很喜歡說 嘩,這麼快就有一個星期了 原來發覺時間真的不知不覺一聲就過了 回想起小時候 小時候,可能八歲、九歲、十歲的時候 經常都會問爸爸媽媽,什麼時候才到大了? 因為以前小時候在香港長大 那香港,你一滿了十八歲 就會被稱之為大人成年人 即是按了按,什麼都自己作主 做大人嘛 所以以前小時候,經常都在想 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大人呢? 怎麼知道,轉眼間 真的不要說十八歲 加多一點,這樣還未到雙倍 不過都快了 即是突然間覺得時間趕得很快 再回想起,真的 二十幾年來自己做過什麼呢? 嗯,真的可以寫一本書出來 我想其實每個人的生活 每個人的經歷 都足以寫一本自己的自傳出來 為什麼青朗今天會說這些話題呢? 現在就十二月初 十二月其實都算是青朗最喜歡的一個月份 第一,是因為天氣比較涼 天氣比較冷 我是一個怕熱不怕冷的人 因為夏天真的好熱到大汗搭小汗的時候 你除了吹冷氣之外 你沒有別的選擇 你就算脫衣服不要穿 你真的熱的話也沒辦法 一只可以不斷抹汗抹汗抹汗 但如果去到一些沒有冷氣的地方 那怎麼辦呢? 但是冬天就不同了 冬天冷的話,可以多穿兩件 可以戴頸巾,可以穿厚一點的衣 所以我覺得冬天是有得夠的 你冷的話可以多穿兩件衣服 但夏天是沒有得夠的 你熱的話,只可以去游一下水 或者去涼冷氣 吃雪糕、喝汽水這些 不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反而我喜歡灑一下灑一下 打火鍋,真棒 我是那些夏天都要開著冷氣打火鍋的人 當然現在不會太浪費 但是夏天時也渡不來打火鍋 在冬天的時候 最喜歡就會打火鍋 大家可以想想 滚一下滚 我也喜歡吃麻辣 不知道是否喜歡 有什麼地方真的很棒 Night vibes 一共最傳統的 這是煙釀鍋 一紅一白湯底 選過豬骨湯也好,藥腺湯也好 我想起也很想吃 在現在夜晚,夜蘭人靜的時候 又未吃飯,坐在這裡和大家做節目 其實都挺折磨的 一說起食物的時候,嘩,口水就不停流 所以,先吞一口口水 其實12月份,正式開始冷了 其實早一兩天,在西雅圖、溫哥華的地區 簡直是落雪了 我朋友就發了一些短片給我看 很快直雪,他們落得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風暴 我沒有怎麼留意那個天氣預報 但是他們告訴我 周圍都白蒙蒙一片,周圍都白雪雪了 我朋友就發了一段短片給我看 就是一條斜路來的 那些車就收制不及 我看到有些巴士不停滑下去 有些連警車都滑下去 最好笑就是有一個是那些橙雪的車 我們冬天的時候,積了雪 因為會有些大車 然後前面有個很長的巴 有個橙,跟你橙開一些雪 那輛車都在那條斜路上滑下去 還滑下去之後,撞進了警車 雖然說說是好笑 但是希望在西岸的朋友可以平平安安 始終滑雪,落雪這些是天雨露滑 無論是開車也好 或者是在街上走也好 希望西岸的朋友要隔外留神 隔外留意,最重要是注意安全 千萬不要貪一時之快 去做一些令自己會後悔的動作 那就不好了 十二月頭了 即是說感恩節剛剛過了 火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 今年我就沒有吃火雞 但是今年呢 我竟然吃了炸雞 我今年竟然吃了炸雞 但是我就沒有吃火雞 不要緊啦 都是雞而已 都是拿個意頭 拿個意思而已 因為清朗自己一個人住 就算去朋友家裡吃飯也好 不是說家家戶戶都一定會焗火雞 而且火雞如果焗得好吃 焗得滑嫩多汁的話 就OK啦 挺好吃 但是真的焗得乾的話 都不太過癮而已 所以今年清朗就沒有吃火雞 就吃了炸雞 不知道大家 在剛剛過去的感恩節裏 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 有沒有跟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 一起吃火雞 慶祝一下 黑色星期五的大購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血呢 我有 今年反而我有 其實在平時過往這麼多年裡 清朗對黑色星期五的大購物 其實都不太感興趣 因為可能平時需要用的東西 已經有了 不會特別等到黑色星期五才來買 除非有什麼特別想要的東西 在那段時間想要的東西 就可能會等下 但反而今年就有了 今年清朗有特別留意這些 黑色星期五的折扣活動 那也真的出了一點點血 所以現在的錢包扁了一點點 是時候要儲錢 養肥 但其實在年尾這個時候 儲錢有一定的難度 剛剛的感恩節就過了 可能我們會整個大小出去吃飯 或者會買一些禮物 去感謝自己身邊的人 可能已經花了一筆錢 另外一個大節日又來了 什麼大節日 就是12月25日聖誕節 聖誕節 又一年 又是穿紅色衣服的大肥佬 就出來哼哼哼 聖誕節就到了 聖誕節無非都是喝飲食食 又是一個讚美耶穌的日子 小不免就是聖誕禮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心意 在聖誕節中 喜歡送什麼給你身邊的人 你的同事或者朋友 其實清朗就沒有送禮物的習慣 我很怕我選了一份禮物給你 你不喜歡或者不用 甚至乎更差的情況 是我送給你你不喜歡用 你轉個頭去送給別人 即將它轉贈給別人 我覺得其實這個情況就挺糟糕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試過 我自己也有試過收到禮物 就不太合心水或者不太實用 到其他朋友生日或者其他日子的時候 再拿回這一件不太適用的禮物 出來轉送給別人 這些情況在我身上也有發生過 我相信在你身上多多少少 怎麼都會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特別想起小時候 小時候當然會收到很多禮物 在聖誕節和新年這些日子 因為小朋友的時候 兒媽姑姐三姑六婆都會去買禮物給你 但有時候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媽媽就說不准拆 不准拆著 你已經有很多了 玩完之前那個先 玩到厭辣之前那個才給你拆些新的 但可能它收到之後你就不記得了 或者媽媽已經把這份禮物送給別人 你都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有多少禮物給媽媽說 不要開著 下個禮拜再玩 下次再拆 有多少這樣的禮物 被媽媽收起來之後 轉贈給別人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 等我一會兒打電話 回去問問我媽媽 究竟我小時候 有多少這些福利被她扣起了 那送禮物呢 我覺得其實便宜貴 就不是說最重要 最重要是心意 當然 但是呢 當然也有些很現實的朋友 就會覺得 心什麼鬼異 當然是講銀最重要 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朋友 會送不同的禮物給他們 但是我通常呢 要不就不送 我送的話呢 我是走心思路線的 我是走那些很細心的路線 譬如 我記得上個月 誰好像說過他想要一件什麼 譬如說 他對鞋爛了 他想買一對新的球鞋去行山 譬如是這樣 我記得的話 我會覺得 上個月誰好像提過 他想要對新的鞋去行山 那不如聖誕 或者他生日的時候 就送這份禮物給他 你做禮物吧 他收到一定會很開心 我送禮物的時候 我是比較留意 身邊的人需要些什麼 想要些什麼 那我再去選 我再去購買 我想送給這個朋友的禮物 通常擺設 我就很少會送 因為說明擺設 就只有擺子 拿出來擺都還好 拿出來擺得很久 又會有塵 所以擺設 我基本上會盡量少買 不要說我老套 相架我會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其實相架是一個 好好去紀念一些回憶的地方 有時候看到一些相架 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很溫暖 其實那天 大家一起玩得很開心 是一個 換繩 你回憶的一些物品 當然啦 清朗很喜歡回到過去 很喜歡想以前 很喜歡 所以 這個就是為什麼 會有這個節目的原因 這個就是為什麼 會有回到過去 這個節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 清朗 是很廉舊 很喜歡 想當年的一個人 來的 超哥 你的磁磚款式這麼新 哪一家 就是你老友 Arizo阿明的超瓦磁磚 我幾乎登尋人廣告找他 超瓦磁磚 你搬到哪裡 超瓦磁磚的阿明 已經搬到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三十周年 想籌借一班老友 歐洲進口的磁磚 還全面特價 真是很划算 那我去找Erik阿明 超瓦磚在134-2533 Avenue 華拉盛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到下午6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朗 在這裡祝大家有一個 開心愉快的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即將理想啦 你有沒有什麼新年願望啊 等我順便預祝你們新年快樂 無論你有什麼大想頭 又或者小玩意都好 祝大家心想事成 想那樣又那樣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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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休息之前呢 就在這裡和大家討論 送什麼禮物給別人 送禮物當然要用心啦 當然要看看這個人喜歡什麼 需要什麼 那你有沒有收過 一些你很喜歡的禮物呢 或者有沒有收過一些 哇不是吧送這樣的禮物給我 有沒有呢 哈哈哈哈 我們先講講收到什麼禮物 那麼開心 因為剛剛過了禮物節 聖誕節就到了 所以其實十二月十一到二月 這段時間呢 應該是送禮物和收禮物 最多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 討論一下禮物的問題 聖誕節呢 其實沒有收到什麼特別的禮物 我想我最喜歡的就是有一年我爸爸送了一個新的電腦給我 因為那時候是準備入大學 我記得好像是準備入大學 當時就是一來需要用電腦 而且也想有一部自己的電腦很久 我想也是因為入大學的原因 所以爸爸就在聖誕節的時候送了一部電腦給我做生日禮物 這部電腦都用了好幾年 也算挺開心 有沒有那些... 一打開那個盒子 不是吧? 怎麼看見這些事情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過呢? 有一次在我家就搞這個聖誕派對 大家就玩交換禮物 當時就是我們設定了一個價錢 大家就買差不多這個價錢的東西 來送給別人 我想我的朋友真的很貪玩 每個人都很玩得很貪得意 那我們那次的秋禮物裡面 當然也有些很行的杯子 用來喝咖啡、喝茶、喝咖啡 這些是很普通的 上架也有人送 有些人送刺子 一大批 一卷 一包裡面有二十四卷 真的是馬桶的刺子 然後有些人送衛生巾 整盒的衛生巾 包得很漂亮 好像禮物一樣 誰知道最後是被男生抽到這盒衛生巾 我想起當年的場面也很好笑 男生的臉很尷尬 最後是有另一位女生的朋友 跟他交換了這份禮物 我試過有一年抽禮物是抽到一本書 其實我是一個不喜歡讀書的人 小時候的成績不是說差 但是我一拿起一本書就會想睡覺 其實我看書是比吃安眠藥好 一拿起一本書就想睡覺 當年收到一本書 而且那本書還挺厚的 我已經忘了名字 因為我連看名字的興趣都沒有 最後是跟另一個朋友 換了另一份禮物回來 我都不記得是什麼 因為那個朋友剛巧跟我說 我想要這本書很久的了 讓你抽到 這樣 好啊好啊給你 你最好拿了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過一些 你很喜歡 到現在清朗突然說回來 原來當年 我記得了 那年我收到那份禮物很開心的 又或者現在我提一提你 有沒有哪些一打開你會覺得 欸怎麼搞的啊送這些東西給人 是不是的 有沒有收過一些你很喜歡 或者很不喜歡的禮物呢 也有沒有試過好像清朗小時候 那些禮物被媽媽收起來 就說下次再刷 下個星期下個月再刷 然後就 到你想找回的時候 不見了 因為已經轉贈了給別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每一年的年底 到12月這個時候 清朗很喜歡做一件事的 不一定要等到 不一定要等到 12月最後那兩個禮拜才做 其實12月開始 我已經不斷在做這件事了 就是呢 因為我呢 通常在新的一年呢 我會寫下一些 今年的目標給自己的 我會寫下 啊今年 我的目標是要做到些什麼 可能每年的一月頭 我會寫這件事出來 那12月份的時候 12月尾的時候 我就會拿回這件事出來 看看自己 咦 因為其實已經過了一年了 那可能你已經不記得了 自己設定了什麼願望給自己 那有沒有做到呢 所以每年的12月份 我都會開回這件事出來看 那以前小時候 就可能寫到本寶仔 就好像寫日記那樣寫到本寶仔 那到大了之後呢 十多歲的時候 開始寫blog 以前很流行寫 暴落格 就是一些 都是寫日記那樣的形式 但是是在網上的 網上一些給你寫下你的心情 寫下你想說話的地方 那現在更加方便了 現在簡直是在手機上面就可以寫了 那所以呢 其實在今天這個節目之前 我都有開回我自己以前的這些 list出來看 那看回會覺得很搞笑 哇 原來自己十五歲的時候 定了這樣的目標給自己的 那就會 因為當現在人大了 看回以前小時候寫的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嗯 小時候真的很傻 小時候真的很... 或者簡直是幼稚 可能 但是看回這些呢 全部都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那會逢十二月的時候呢 青浪都會回顧一下 今年的自己做得好不好呢 2016年的自己 有多少事情是做得好 值得自己去讚一讚自己 值得自己去表揚一下自己的 有些什麼是今年做得不夠好 可能明年要繼續努力呢 那我就... 或者你可以當我老套 寫了這樣的 list 但我相信不少人都... 還是有這個習慣 特別是年頭年尾的時候 那如果大家有玩開這個社交媒體的朋友呢 都知道Facebook 近這半年左右 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看回 一年前的你在做什麼 兩年前的你在做什麼 譬如我今天為例 今天是12月7號 你打開Facebook的時候 然後呢 他會告訴你 12月7號 想當年的12月7號 你做過什麼 然後他就會列出來給你看 可能去年今天的你在那裡吃飯 可能前年今天的你寫過一句什麼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這件事 也對我這些 那麼喜歡念舊 那麼喜歡回到過去的人來說 其實都是一件挺好的事 可以提醒到我 原來這樣就過了一年了 有時候去看寫的這些東西 就好像早兩天看到 我們一群朋友幫朋友慶祝生日 我們有一張大合照 是兩三年前的事 我去看這張大合照的時候 裡面大概有十個人 發現原來有兩個人已經沒有聯絡了 那麼我在想 其實為什麼會在這兩年之間 跟這兩個朋友沒有聯絡呢 所以真的會帶起很多不同的回憶 帶起很多不同的感覺給自己 所以 好了 看看2016年1月的時候 自己寫過什麼呢 今年想做什麼呢 其實大部分都達成了 其實我自己的目標 是大部分都達成了 那我其實在很多很多年前 已經說過 有一個願望 有一個事情 我是想做的 就是在30歲之前 想要做什麼 那我終於在今年是完成了 所以我個人來說都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做到 完成到 達到自己的目標 那其他事情 譬如說 2016年想減肥 目標是減10磅 那樣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目標呢 有沒有就是想減10磅 是2016年 如果真的有些類似的目標 例如減肥減5磅也好 減10磅也好 如果到現在這一刻 真的未達成 不要緊 你還有少少時間 你還有少少時間 2016年才過去 今天是7號而已 還有20幾天 還有多過3個星期的時間 那你可以盡量去完成 這些你在2016年年初的時候 定給自己的目標 如果大家真的有這個項目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在現在 或者在節目完了之後 可以拿出來看看 究竟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有沒有達到 如果沒有的話 在剩下的這三個星期內 有沒有可能去達到 其實小時候 很期待很期待這個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過了之後 馬上就新年了 新年過了之後馬上就唐銀年了 嘩 唐銀年 一說就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豆泥士 對不對 哪有東西興奮得過豆泥士 特別是小孩子的時候 小孩子的時候可能零用錢有限 真的每年的零用錢就靠這一鍋了 哈哈 有什麼玩具想賣 有什麼新書包 新鞋想賣 真的靠這一鍋 聖誕節過了之後 就到這個新年了 我剛才也說過了 每年的年頭 我都會做一個 To-Do List 今年要做的事 的一個清單給自己 在12月這個時候 除了有些未做到的事 還有機會讓你完成之外 我都會開始想一下 下一年的我 有什麼目標 有什麼需要比今年做得更好 或者有什麼我想賣 或者有什麼地方我想去旅行 我會將它們寫下 而寫下之後 就算你寫在手機也好 每天都看著它 每天都看著它 每天都提醒自己 嗯 今年我一定要做到什麼 今年我一定要去到什麼地方 我一定要買到什麼 這樣才會有一個推動力 讓自己每天去進步 每天去成長 雖然現在還未到聖誕節 也未到新年 但是現在12月頭 清朗跟你說這些 說得來都差不多了 我都準備要再review一下我的list 看看 我的目標 沒有減10磅 但我是想減肥 我沒有設定目標 讓自己減多少 讓我在剩下的這三個星期內 儘量減肥 好了 是時候 你去看看你的清單 看看你有什麼未做完的 或者 如果你是一向沒有這個列清單的習慣 不妨接受一下清朗的提議 由2017年開始 可以試試設定一些目標給自己 這樣每天會覺得比較有意思 和比較開心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有好處 快點拿手機和我一起 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真的這麼便宜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有用 免費拿來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對呀 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六八零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 就有一份了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正好 我順便買資生糖激活肌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道六八零六號 明顏芳見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Hello 大家好 安楚彤在此祝大家 聖誕節快樂 開開心心All The Way 每年最後一個月雖然是最冷的 但聖誕節的氣氛 所有的燈飾和家人朋友 一起聚集開派對時是最溫暖的 不知你又有沒有去哪裏旅行 看看燈飾呢 有沒有收到一些很特別的禮物 過完這個聖誕節 又有什麼新的一年願望呢 我自己每一年的新年願望 都是想做一個更好的自己 好了, 跟大家說一聲 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家嫂, 你廚藝大俊 紅燒鮑魚十足大酒樓水準 這些鮑魚做冷盤, 好味又不韌 奶奶, 其實是廚臣鮑魚很棒的 廚臣鮑魚? 對, 我和香在大酒樓做大廚 他說廚臣鮑魚有紅燒和清湯兩種 可以用紅燒汁燜海參、冬菇 另外, 清湯鮑魚可以做冷盤 清炒或者燜雞 哦, 原來是這樣 你用廚臣鮑魚請客, 完成了 廚臣鮑魚總代理 東紅貿易公司 電話718-255-1068